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可以看我的身上被他们推的 什么您说一个河威一个刘伟还有谁 还有一个人报纸吗 6166 我报警 是我报警 你报警的目的是什么 我家里的抽象头已经被挖掉了 说因为什么 我不知道为什么 有人非法强行 他们是干嘛的 我不认识 我只是今天早上 你在哪工作 我在使馆工作 你爱人在哪工作 我爱人在友谐工作 什么叫友谐 北京市对外人民友好协会 北京市对外人民友好协会 对 跟部队有关系吗 是推移军人 你听我说 是推移军人 那他们为什么要 不是 您这样啊 您别我一个字一个字问 您叙述一下全过程好吗 我不知道今天发生了什么 警官先生 今天早上我突然发现 我家里的摄像头断了联系 您问他们是来干嘛的了吗 我问了 没有任何人回答我 他们怎么说 没有任何人回答我 我要进去 就拿着盾牌抵我 您可以看我的身上 被他们推倒在地上 可以看我的手上受的伤 没有任何一个人问我要出入证 说事先说事 真在说事 部队负责任账出来一下 这是家伙院什么 郑家主院 饿工吗 再回来都痛伤 他在冬奥会 叫咱们回赶 他是什么 现在在冬奥会 冬奥组委会 他也有一个单位 是哪个单位派出的 北京市有协 刚才我收购了 红结 北京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您好 您好 刚才我已经出位自己 对对对 这是什么情况 您说一下 现在就是 你凭什么认定我违规 我们还在沟通当中 您凭什么认定我是违规的 你有没有欠预告要强清 另外我们的沟通还在进行当中 我们已经明智的表示过了 你们所谓的公寓住房管理 跟规定 与国务院和国家军委 所发的文件 你们的上位法 是完全违背的 在没有决论出来之前 你们为什么要强清 而且按照你的住房 公寓公寓房管理规定 即使是违规 你应该是跟当地人民政府联系 跟我们所在单位联系 而不是非法暴力强清 我刚才在所有的录像中 都已经问了你们 是否有法院的行政执行命令 你们没有人回答我 保安公司是否有执法权 没有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们进入我的房 我的房间 撬开了门 进入了我的房间 拿了我的东西 你们就是非法入室抢劫 你们已经触犯了刑法 这个刚才我已经 至少五遍跟你们强调了 你们没有任何人回应我 我在要求我的公民权利 我要进入房间的时候 要进入探门的时候 你们所有人排队战 拿盾牌来敌我 我的手上 我的身上 都有被你们推倒在地的痕迹 没有任何一个人出来 包括您 也是现在刚刚才露面的 对还是不对 不让我进入营区 你们说我没有进入营区的 营房证 有没有人问过 有没有出入证 我报理就有出入证 凭什么不让我进 刚才我多次说了 你们是非法入室抢劫 非法入室抢劫 所有的后果你们要承担 请问您怎么回应 这个药坛怎么 不要在这块 那我在哪里谈 我们星期一才跟你们谈过 不是吗 才跟你们的孙副主任谈过 让我们在一起提交一个说明 把你们不知道不了解的 国务院军委下发的文件 一条条告诉给你们 我想问您 咱们就知道派出通 或者是到办公室 我就在这里谈 我还在等我的媒体记者到来 刚才我已经说了 我邀请了我的外国媒体记者来这里 报道我们人民子弟兵 两个维护的实际情况 我也问了你能不能接受这个成果 你们能接受 不是吗 那我们就在这里谈 你们可以在三里团 你都清了我的房子了 你都已经非法清入我的房间了 你还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 你这已经是非法入社抢劫了 你还跟我讲合适不合适 你觉得你这话有理吗 我刚才也强调过很多次 我也是退役军官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尚未军衔退役 我先生两次为国 两次拿三等功 你们这是这样的吗 还有没有讲理的地方 就是这位站在门口的 穿着蓝色衣服的人 刚才说我是自取其辱 他连法律都不懂 还好意思说我自取其辱 那我负责任的告诉你 您是郭雄一毒 郭雄一毒 我是军人 你连法都不懂 如果军队执法人员 都像您这样 这个军队才完了 打什么台湾 保卫什么祖国 军队才完了 刚才我在这里哭诉 有路人帮我报警 这是真的 因为他们所有人 不让我进去 我没有办法 您可以看到 在这里现场还站着 这么多的人 这么多的保安 我多次想调了 保安是没有任何执法权的 更何况你连法院的 执行命令都没有 凭什么想进入我的房间 这就是抢劫 我也很想知道 我家里现在发生了什么 这个应该怎么样收场 您说要谈 没问题 我们一直都在谈 星期一的时候 还见了你们第二保障中心的孙副主任 当时是怎么说的 我们提交材料 你们根据你们不了解的文件 来重新认定 然后呢 然后今天非法入室抢劫 对吗 这就是我们第二保障处的干部 应该是军人 这就是今天在现场的所有的保安公司 这位应该就是保安执行人 一直默示我的问话 在背后看 在我和路人的报警 打110的情况下 终于来了两位警察 我不知道能不能给我 给我一个出公道的地方 这位所谓的部队负责人 跟我说 不要在这里谈 怕影响不好 既然都已经入室抢劫了 还怕什么影响不好 好